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观看希望看新闻节目 我是亭芳 今天是北美时间10月26号 星期一 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拜登丑闻冲击 大批选民改变主意 五中全会召开 拜登丑闻使中共内外交困 全球网络自由评估 中共最差 侵犯网民权利超过伊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下8天 目前已就将近6000万的选民提早完成投票 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与儿子亨特的电邮门丑闻曝光后 25号 在美国多个地区 出现我可以更改投票吗 这句话在Google的搜寻量迅速飙升 尤其是在宾州 犹他州和爱荷华州 另外 亨特拜登China 亨特拜登中国的搜索热度也暴增 并且有差不多的上升趋势 这意味着一些提前投票的选民可能改变了意愿 拜登的选情可能会受到影响 另据Inquisitor 报道 来自第一的笔门中的亨特乱性吸毒影片 在24号晚间也开始在网络上疯传 同时 新一波暗示拜登父子贪污的电子邮件也被曝光 这都令美国公民改变选票的异象激增 目前 美国明尼苏达州 密西根州 密西西比州 威州 宾州 康州 以及纽约等地 都允许选民在提前投票后更改投票意向 有媒体认为 美国很多民意转弯 除了丑闻外 拜登在最后一场总统辩论的表现也是因素之一 比如他过去反对开采石油 却在辩论会上称从来没有反对 甚至支持这项技术 川普立刻在推特 扑出拜登曾反对开采石油的影片 当下打脸 川普总统22号与拜登进行辩论时 也再次指控拜登收受外国贿赂 从中国和俄罗斯拿钱 批评拜登是一个腐败政客 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同一天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 拜登可能是美国史上最腐败的候选人 但他的腐败却被主流媒体忽视 从26号起 中共第19届五中全会一连四天在北京召开 按官方公布议程 五中全会主题是研究制定所谓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 以及在中国经济困局下 搞所谓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 五中全会将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手握党政军大权 习近平还要对涵盖中国各个层面的200多名中央委员 及100多名候补委员进行直接约束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本次会议更关系到是否有接班人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五中全会过去都涉及接班人事宜 习近平迟迟不搞接班人 就是生怕一旦退位被清算 而且中共现在内外交困 美国以联合盟友围剿中共 中共政权能否挺过二十大还很难说 习近平作为中共末代总书记的可能性最大 近年来 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 国有企业挤占民营企业各类资源 习近平今年反复提到内循环 后来又说双循环 说到底就是要靠国内消费 否则就是空转 现状就是老百姓无情可花 政府负的流油 领导人对外大撒币却反过来哭穷 外部形势恶化正引发中共党内斗争加剧 今年以来 红二代反习以及国内反共声音不绝 五中全会前 中共内斗激烈 习近平加紧调派安插人马 同时持续清洗官场 特别是政法系落马较多 在美国 美国大选之战如火如荼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被爆出他儿子亨特电脑门事件 不只有性丑闻 更扯到一堆包括拜登在内的民主党大咖 都在中国发大财 还被指与针对习近平的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有关 也有爆料指 电脑门不仅是拜登父子干出的 也是中共权贵干出的 是两者的勾兑 所有影片 照片和大量邮件 都来自中共情报和治安部门 在五中全会之前 爆出的就是现在不得适的江派 针对在台上的习近平 习近平调查中发现 隐藏了重大危机 因而不得不动手抓捕 跟他多次出访华信能源董事长叶简明 背后水深难测 中共五中全会与会者 一进入京西宾馆就被变现关押 手机被搜走 警察 武警 特别是习的亲信王小红 兼任局长的公安特警局 将驻地内外三层围得密不透风 美国大选的这类可能危及中南海的花絮 能否传进去呢 引发各方关注 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召开首日 国家信访局却人山人海 会议举行地 京西宾馆附近一带安保严密 不仅有多名便衣警察在场戒严 大量公安车辆停泊 而且附近多个路段已被封锁 车辆被要求绕行 有网民说 这是干了多少坏事才这般恐惧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自由之家 10月14日发布了2020年网络自由的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 在接受评估的65个国家中 冰岛得分95分 成为全球网络最自由的国家 而中国连续第六年垫底 总得分是10分 在侵犯用户权利方面 比伊朗还差 是65个国家中唯一得零分的国家 报告指出 中共对互联网监控的加强和系统的监视 明显影响了数万亿互联网和手机用户 并导致自我审查的增加 虽然在审查期间 中国增加了上千万个新的网络用户 但中共全面的网络控制措施已经生效 来帮助管理中共病毒爆发信息 以及政府的应对 这些措施包括关闭本地互联网 限制使用VPN 信息内容删除 账号关闭等等 报告列举了2009年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所谓的种族暴力事件 随后新疆当局断网10个月 涉及2200万人口 去年的六四事件30周年前 中共测试使用一件事断网 使广东 上海 重庆等地区的民众受到影响 根据调查数据 截至到今年中 在全球访问量最高的 前1000个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中 至少有171个在中国被封锁 报告表示 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自我审查 以防止其用户被关闭 因为微信被用来进行消息传递 银行业务 打车 点菜 预定旅行等 如果账户被关 生活会有所不便 而微信平台越来越倾向于关闭用户 而不是只删除令其防感的帖子而已 报告指出 中国的科技公司系统 帮助中共政府进行监督 包括通过开发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 公共卫生宣传手机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被发现可以收集数据 并将其传输给当局 作为微信和QQ的母公司 腾讯公司直接协助中共政府 对用户进行监视 安全研究员维克多·杰弗斯 在去年3月发现 腾讯平台上的数百万对话和用户身份 已经从中国网吧 发送到全国各地的警察局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发现 在今年年初 微信还监视了在中国境外注册用户 发送的消息和图像 报告提到 在2011年到2019年期间 一份对中国34个省和直辖市中的 26个发布的超过70份地方政府公告 调查发现 经常提到的关键个人有上访人员 法轮功学员 精神病患者 以及涉及维稳或恐怖分子的民众等等 另一些数据库还将移民 外国人和国家认为的宗教团体神职人员 列为关键个人 您现在观看的是 期望看新闻节目 我是庭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点击小铃铛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